足球盡童贝克汉宣布这个球季结束 他要退休了 结束20年的职业足球生涯 贝克汉今年38岁 他曾经夺得6次英超冠军 在足坛创下了很多记录 至今无人能比 选择在尖锋时期急流勇退 他认为这是最佳时机 黄金右脚射门得分 贝克汉球场上的帅气英姿 5月26号将成绝响 贝克汉是出现了 这句话以后听不见了 刚度过38岁生日的贝克汉 决定疯足退休 他说现在就是说再见的最好时机 我看到球员退出 当你问他们 他们会说 你会知道你准备 我认为我准备 我认为我准备 当然是很难选择 急流勇退的贝克汉难掩不舍 他的队友也说 球场上从此少了一颗心 贝克汉不只靠脸 也靠足球实力成为名人 他在球团创下的记录 至今无人突破 小贝捧过六次英超冠军杯 两次组总杯 还得过一次欧洲联赛冠军 他说这些经历 在他年少时看来都如同幻想 没想到一一实现了 小贝年薪六百五十万美元 曾创下记录 三年前他的总财产已经破一亿两千五百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五十七亿元 因为二十年来 粉丝始终没有离开过他 如今小贝闪电告别球场 未来是否会如外界揣测购入球队 还是以明星身份继续抢金 各界拭目以待 中天新闻 真一真文宣综合不到